第391章 实际你们暗度陈仓吧 人群里苏西曼拨开议论纷纷的太太们走了过来 抬脚毫不客气地踹了梁秀琴一脚 被踹到胸口 梁秀琴倒在地上疼得哀嚎的声 哼 老妖婆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的未婚夫你也敢抢给你女儿 你还要不要脸啊 也不看看你女儿什么样 她配吗 我们苏家也是你们云家这种小角色惹得起的吗 苏西曼尖锐的伞音创了上来 芸汐听着这话挺刺耳 虽然她自己也被牵连进去了 不过她妈这么狼狈 她看着心里爽 苏西曼平日里被家里宠坏了 说话做事全凭喜好心情 唯独对风扬言听计从 这种人做事不过大脑 要利用很容易 就比如现在 她利用她对付她妈 苏西曼果然没让她失望 她这么嚣张的气焰 当着别人的面摆架子没什么 可当着未来婆婆的面 印象就不太美好了 她可以给她机会对付云家 揍她妈一顿也没什么 可并不代表 她芸汐就一定要吃亏 重活一世 她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不过苏西曼说的也是实话 以苏家在京都四大豪门的地位 云家确实惹不起 她让木飞驰通知苏西曼过来 无非是想让她妈 再把一个苏家得罪了 一个风家 一个苏家 够她吃不了都折走了 这次看她还翻得起什么浪 苏 苏三小姐 云元峰一看到嚣张的苏西曼 意识到 梁秀琴这一处作死 连苏家也得罪了 整个都猛了 梁秀琴也是慢慢拍地反应过来 她并不知道 风家跟苏家有殷亲 如果知道 她根本就不敢打风洋的主意 这下好了 连苏家也跟着得罪了 云元峰双眼一黑 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苏西曼高傲地转头 瞥了云元峰一眼 一脸不屑地冷汗了声 他们这种人在她眼里 就如同蝼蚁一般 压根入不了眼 哼 敢得罪苏家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撂下话 苏西曼冲爱竹军走了过去 便脸比翻书还快 一下子就换了张担忧的脸上来 君仪 你没事吧 你别跟这种刁民计较 别气坏了身子 你要是不想看到他们 让他们滚出大院就行了 云西站在一旁 看着这演技堪比奥斯卡的苏西曼 倒是挺佩服她的 虽然苏西曼脾气质 不过脑 容易被人利用 但是待人接物 人机应酬 倒是深得苏家的家传 云西低垂着眸 防着她妈理智禁师 拼死一搏扑过来 云西姐 你来了 铁门口突然传来 风西言的声音 风西言躲在门口 听了一出好戏 直到现在 才冒出头来 快进来快进来 你这么早 我才敢起床呢 梁秀琴看到 风西言真的跟云西认识 脑门就跟挨了当头一棒似的 一脸的不可置信地瞪着云西 不可能啊 你怎么会认识风家小姐 云子林也不幸会有这么巧 她跟风西言同在高二级 但并不在同一般 平日里 想要高攀风家的人很多 她想接近风西言都没机会 更说不上话 云西那个死丫头在高三 两栋教学楼隔了那么远 她们怎么可能认识 云子林咬着牙 一脸嫉妒地看着云西 脸色猙獰的泼冷水 姐 我跟风小姐在同年级 平日见面都不容易 你高三 风小姐高二 两个年级根本不在同一栋教学楼 平日里压根见不着面 你说你们认识 嗯 撒谎也不打草稿吗 该不会 你是想利用风小姐打眼部 实际跟风大哥 安度陈仓吧 嗯 撒谎也不打草稍